奇妙造物主 你若尋求他,他必使你尋見 你若離棄他,他必永遠吊起你 歷代至上28章9節 有一個春天的早晨,我在花園外側發現了人生裡第一株羊肚菌 想不到興奮之餘,我又發現了第二株 接著繼續是下一棵又下一棵 沒多久,我已經摘了兩手滿滿的羊肚菌 我很小心地把這些奶黃色的珍修味味捧入屋 一片片的切開,洗好之後就浪乾 然後用少許黃油,輕輕煎一煎 再配以法式的多士和各式的水果 這頓豐盛的早餐,不禁令我食指大動 很美好的一頓 如果你亦曾經去試過摘羊肚菌造成美味 你小小的品嘗,你一定能夠明白 我當時是多麼心滿意足 淡黃色的羊肚菌 以及黑色灰色又或者煙灰色的黑蜜羊肚菌 是你能夠想像到最為鮮味的食菌 菌柄中空 菌表面有很多粒坑 它的底部邊緣和菌柄是緊緊的相連的 它還有一些很常用的別名 例如蟲果菇、海綿菇、蜂巢菇 這些名字跟它的外形十分吻合 但是羊肚菌的外形是極其獨特的 只要你看到它,你一定不會認錯 但是如果你從來沒摘過 又或者沒吃過野生菇菌 你最好仔細檢查清楚 因為一不留神,你可能會吃到有毒菌菇 羊肚菌通常是生於早春 日頭的氣溫是華氏六、七十度 夜間的氣溫不會低於四十五度 土羊溫度條件達到五十度以上 而且水份適中就OK了 經驗豐富的彩菌人能夠很敏銳的 感覺到彩窄的最佳時間 然後你就會看到它們一下子消失在森林裡 一流就是很久 等到它們都不知道在哪裡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已經摘了足足一大袋 飽滿肥厚的羊肚菌 是不是只有那些堅持不懈 永不言棄 擁有更大決心的彩菌人 才能夠給一般人收穫得更加豐富呢? 我們對上帝的尋求是否需要更大的決心 和更加強烈的熱情呢? 我們躲進去室內 和我們的創造主、救贖主 共度美好的時光 難度不是更加重要嗎? 你們要常常主因的滋味 便知道它是美善 求靠它的人有福了 詩篇34章8節 主啊 求你使我耐心如基似學般尋求你的同在 我決心要全心全意尋求你 因為你曾經 應許你說你必使我們尋見 求你使我堅持 不要放棄